2018年雅家大亚运会之前,央视体育记者张朝阳在微博上简短的几句话,引来了不少人的关注。 雅运会之后,拼协将有优势宣布,果不其然,张朝阳的消息并非空水来风,前不久,蔡振华已经被调离体育界的传闻,开始不禁而走。 根据多方证实,蔡振华于8月份就已经前往全国总工会报道,就任副主席一职。 随着蔡振华脱离了体育界,关于拼协主席一职的候选情况,是大家最为关注的地方。 在这么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,此前从总教练退役的刘国良,是否会一蹴而绝地接替蔡振华中掌国拼大拳,更是值得密切关注。 其实,从拼协掌权,人的历届人选上来看,历史似乎早已给出了明确的答案。 1985年,蔡振华开启了执教生涯,从某种意义上来讲,她才是中国第一位将中国乒乓球真正推向世界之丁的男人。 2002年蔡振华结束了自己的执教生涯,被任命为拼协副主席,同样主撞国评工作,但却把大部分工作都交给了刘国良和施志浩。 这样抱权的结果是有目共睹的,中国乒乓球从此在世界上,独一无二,2009年,身兼述职的蔡振华再次高升,取代了前拼协局长徐林生的位子。 接替了拼协副局长李富罗的工作,蔡振华之所以能够成为拼协主席,我们归结为两点。 一是,当官之前有成就,二是,当官之后有作为,并且,这两点也体现在了徐林生和李富荣的身上。 1938年出生的徐林生,是新中国乒乓球的代表性人物,并且是60年代国乒的绝对主力之一,曾多次拿过世锦赛和世界杯冠军。 徐林生在球员生涯积极推广中国女拼的发展,为促进中国女拼的国际化立下了汉马功劳。 1975年成为国际拼协亚洲副主席,1979年成为拼协主席李富荣,徐林生和荣国团,被称为是当时中国男拼的三巨头。 1973年接替徐林生成为国拼总教练,一干就是八年,70年代初期,国拼在世界赛场的任务, 就只有一个,有一第一,比赛第二。 说白了,李荣富的任务不但是赢得漂亮,还有输得光彩。 到了1979年,国拼终于抱下了这一纯重的包袱,在第36节视频范上全力出击, 保揽了所有金牌。 除此之外,李富荣还为国拼培养出了不少人才,这其中就包括蔡振华和施之后。 1990年,李富荣担任评协副主席的同时,还担任着与协主席一职。 从以上来看,刘国梁的确是在复制着前人的步伐,但也仅仅只是前半段。 2017年6月20日,刘国梁被设下国拼总教练的职位。 对于这个时间点来说,他接下来的任务,就应该是立刻接任蔡振华,而不是去当一个可有可无的副局长。 但是实确是,刘国梁被露了下来。 除非某些人能够承认这是个错误,否则刘国梁的回归,也只能是一个坏,墙,一句空话。 可是,又有谁敢来承认这个错误呢?